原标题,刊底绝命读师今天,这位曼城警官的双年人生终于被审判。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BUBU在英国ID,BUBUAPP英国曼城的一位警官编在警局上班, 一边租了两片地种植毒品,还组织了一个毒品交易网络,成为最大的头目。 去年二月,他的双年人生被带录今天,他将接受审判。 没错,这个听起来像美剧一样,Drama的故事,就真真正正地发生了涉案警官Games和他的老婆现年36岁的丹尼尔艾姆森, Daniel Gameson,本来是大曼彻斯特警方Greater Manchester Police的一员, 但在去年二月,因为不当执法收受贿赂制造贩卖毒品这三项罪名被提起公诉。 据共述,彭恩在大曼彻斯特警方就职期间,不仅种植了大麻,还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贩卖大麻。 他声称,在一次最严重的交通工商事故后,他不得不在伦比上生活了三个月, 还因此留下了创伤后拧极障碍,但他的长官却没有提供任何让他满意的补偿。 所以,在经历了三次这样的工商事故后,他就动了种大麻赚外快的心思。 这个剧情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检方也认为Games是在Copy绝命读师的剧情, 还在他家里找到了印着绝命读师主角Logo的海森堡T曲。 在绝命读师里,化学老师沃尔特·怀特·Waterwhite建立了一个毒品实验室, 还在些墨西哥州建立了一个毒品交易网络,来资助他的癌症治疗费用。 仿照绝命读师Games也想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大麻农场。 聪明的他,在一次交通常规检查中没收了一个倒霉的摩托车驾驶员的驾照, 然后用他的驾照租了两栋房子,并在房子里安装了特别的设备用来种植大麻。 去年6月,在警方对这两处房屋进行了突击检查, 其中一栋房子里种植了96株大麻,另外一栋种植了70株大麻。 警方还突击了Games和他老婆一起住的房子,找到了22,545英镑的赃款。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他家发现了另外三名驾驶员的驾照, 也是他在进行常规录解的时候没收来以北部时之需的。 他和手下马斯的聊天记录也被警方翻了出来。 他们谈到要赶在圣诞节前多赚一笔并且将2015年描述为投资年份, Investment Year,2016年为创收年,Year of Making Money, 并且要购买一台专业收割机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么有商业头脑的警察,就算不做毒贩也能发财吧。 除了制造、贩卖毒品,Pain还被指控曾经从MR。 Big保罗梅西Paul Massey那里收受过贿赂。 说起来,这位MR,Big也算是个传奇人物,被誉为Soffer Legend。 虽然看着和矮可亲其貌不扬, 他可是曼城地区数一数二的黑社会老板2015年, 他在索尔福德的家门口被人暗杀,身中武枪不止身亡。 当时还办了个十分盛大的葬礼看着架势, 曼城教父无疑呢, 以前一直觉得富货人民总是生活的其乐融融, 波澜不惊,今天才发现,推开门, 外面就是一片江湖哇! 今天,Pain也将在茂扯斯顿皇家法院Manchester Crown Court接受审判。 虽然Pain的双眼人生很pron, Mr.Big的人生也很传奇, 但毕竟生活不是电视剧, 希望所有玩忽职守的官员和打乱人们正常生活的坏人们都能得到制裁, 让我们可以一直爱。